我这次饰演的大地之母跟球母 与我来讲 就是从角色内在来说的话 它跟快雪石青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快雪石青铁就很像一个蝴蝶效应的状态 它透过这个东西去连接到很多不同 同样生存在这个世上的人们 这些错综复杂交织的情感 其实就现在这个世上来讲 其实再贴切不过 只是大家是用一个传统戏曲的方式 跟透过像声乐这样子的声线的方式 去呈现给观众 去传递这样的情感给观众 它也许透过另外一种包装 可是它要呈现的一样 除了这个表演艺术的价值之外 其实还有人性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我就说大地之母跟球母 对我来讲大地之母可能是空灵的 它是无形的 大地之母很难 那个难是难在 它可能看起来从 对观众来讲 就从表演上面 从肢体上面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力 可是它的声音相对 对全部的观众来说 对台上的演员来讲 它就是一种疗愈 它是完全慈悲地承接这个世上 所有发生的喜怒哀乐 然后悲欢离合 可是它又必须无常地观察 这些事情的发生 这两个角色很有趣的就是 琼如就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我们真真切切在生活上都看得到的母亲 可是这个母亲 她能做的 她有肉身 然后她也跟大地之母一样 其实带有某种慈悲跟母性 可是她最难的就是 她只能用守候 这样的爱 去面对那些动荡的关系 那些错综复杂的冲突 她只能用这样子的母性 去看待那样的事情 就包括她的孩子 都去当兵了 然后各为其主 她其实完全不能做什么 她其实就相对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老百姓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这边长情地守候 然后希望孩子们回家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剧本 就是她很像一把软的刀子 就这样化开每个人的心 然后即便你可能 就是不管大地之母 是不是一个非人类的角色 可是回到求母的时候 我每次做那个核实 就是盼望的状态 我其实都会觉得很 内在很酸 因为那个东西 你的思念 你的担忧 你的牵挂 抛出去了之后 那是没有尽头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身在这个世代 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 去了解 不管是剧作家 或者是导演 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 那个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那其实透过这样子 我就觉得我每次在抱孩子唱良心意母田的时候 跟那个女发音的老师 我们的声音产生某种共振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天啊 是这种感觉 我自己就会把那感觉画在 就是抱着孩子 一起看的孩子的那个状态 你说完全是两个结界 不同的时空 可是那个情感 那个投射 那个真情 都是一样浓厚 对观众来讲 可能声乐 金枪 它怎么样放在一起 可是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还是有 它还是乐耳的 然后 我觉得 就真的要归功所有创作者 跟所有执行层面的人的促成 才可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 不管是大时代也好 或者是贴近生活也好 它其实方方面面都已经 都已经震动到大家 念心一木天 觉得松又软 中桃中立随而远 同言同语比良天 说要念情永康见 永康街